12月18号即将要办理公投 而国民党级立委孔文吉率领着服务团队 在17号下午前往嘉明村、景美村还有秀林村的各大部落 向族人们肯托 在12月18号投下四个同意票 让台湾更美丽 四个都同意 台湾更美丽 四个都同意 台湾更美丽 为了提高12月18号公民投票日当天 能够投下四个同意票 立委孔文吉前往台湾33个3D乡大街小巷 坐上宣传车来向大家来啃托 并表示为了大家的权益 一定要投下四个同意票 今天到我们花莲秀林乡来宣导这个公投 因为明天我们就要投票了 在这里要诚恳拜托大家 明天公投投票 我们四个全部都同意 台湾更美丽 因为这个关系到我们台湾的未来 我们子孙的健康 我们的生活的环境 所以呢 明天的投票非常非常的重要 拜托大家 不管你是原住民还是非原住民 全民公投 请大家务必要站出来挺公投 我们投出四个都同意 台湾更美丽 孔文集来到家民部落 建民部落获得乡亲们的支持 大家看到孔文集也热情的欢呼 并且说明会投下四个同意票 孔文集表示为了下一代的健康 以及需要稳定的店 台湾的经济才能够继续的发展 生活才会更加的美丽 孔文集也再次呼吁大家 一定要团结 投下四个同意票 让台湾更美丽 这里继续 谢谢大家